Hello 大家好 你知道吗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 终于能见到两位这么漂亮的老师了 也非常的开心 也见到伦老师 赵老师了 我一直很好奇 我想问一下 你们走进爱多美之后 是不是才变得这么漂亮的 可以这么说 对 可以这么说 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你们是来自哪个城市 先由我们您老师介绍一下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的引明石 我遇到爱多美是通过我日本的姑姑 她以前的皮肤是又黑 毛孔又大 但是她回国之后 我再见到她的时候 皮肤又通透 毛孔又干净 所以她的皮肤变化很惊艳 所以我就问她 你到底用了什么产品 她就告诉我是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然后我就很好奇 这个究竟是什么产品 然后她推荐给我爱多美产品之后 我用的是我们的洁面护肤四肩套 还有基础护肤六肩套 难怪这么漂亮 我用完了之后 我的皮肤改善是非常的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以前是满脸痘痘的 现在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 真的看不出 我觉得挺精致的 离精致还差一点点 所以好的产品体验 让我对爱多美常开了心扉 所以在深入了解爱多美之后 我发现爱多美太棒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太棒了 太棒了 这样 我们的赵老师是来自南尼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赵月 我也是和名是一样是东北的 然后我了解爱多美 是前年的时候 陪着朋友特意去了解的 当时是听到了 公司的实力背景的时候 特别的感兴趣有好感 因为之前是作为商的 就是比较在乎这一块 然后想到商城类的企业 还是要去了解产品 我就回家里去体验产品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地了解了 我们爱多美的企业文化 就是觉得 这是我特别崇尚的企业 然后也是慢慢地 被我们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深深地给折服了 然后就是非常的热爱 太棒了 那伦老师呢 是来自哪里的呢 那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 那我是来自广州 我叫伦颖豪 哇 广州好远啊 对 确实有点远 有空的话 邀请你们两位来 我们美丽的花城来看看 要接要接 可以的 那我之前呢 是做传统行业的 我是品牌策划的 我是做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就是重新去思考 要找到一个更加长久 稳定的收入的 这样一个事业平台 那很巧我的朋友 就向我介绍了爱多美 那我也很有幸走进了爱多美 那我也是因为爱多美的社讯 以及阿宗精品 还有爱多美的企业 跟其他合作企业的这种 共同成长的故事 特别特别地感动了我 因为我们伦老师 他是服务过企业的 是的 对于这种企业的文化 应该是感受更快 非常认可 对 更深一点 原来大家感动的点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都是被爱多美的 产品的魅力所吸引的 对 因为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它是大众精品战略吗 其实刚开始一听到 大众精品 也不是很理解 但是后来听过讲解之后 大众跟精品结合在一起 真的是太完美了 作为我们消费者的话 又便宜 然后产品又好 我们消费者都喜欢 所以用过爱多美的产品之后 你们知道带给我的 两个字是什么吗 感动 太对了 就是感动 对 那其实我也知道 其实大众加精品 这两个词 其实加起来是有矛盾的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 链接起来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大众跟精品讲的是 我们的品质跟价格 那我们的消费者呢 其实很在意的 它的性价比 是我们在同类的 这个品质上面 它的价格要很低 但是我们更在意的 这个我们的性价比呢 是在同类价格上面 我们的品质要更高 那所以呢我们一直就很 自力于把我们的这个品质 要做到很高 然后但是我们的价格呢 又要非常的亲民 对 然后受到更加多的 消费者的喜爱 是的 所以不得不感动 对 是的 以至于现在呢 我的生活当中 就是多了一份 对我们爱多美新品 上架的期待 我们也挺激动的 对 特别是最近呢 就是更开心的是 可以听到家人 还有我们的护员朋友 经常会念在耳边的那一句 说爱多美好生活呀 嗯 说我们除了这个 个人护理和生活家居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还上了爱多美的 土豆拉面 就是他们的反馈 都是觉得 啊 产品好惊喜 是的 那像你说的 像这个生活日用品 很感动 那有没有可以给我们 分享的一款产品 生活日用品嘛 就是觉得可以分享的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像我们厨房的保鲜膜 和保鲜拉链袋呀 嗯 因为我们的生活和食品 是分不开的嘛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呢 就是我们对食材的 这个新鲜的要求 是特别高的 嗯 其实说那个拉链袋 对我们南方的人 更有实用 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会有潮湿 有湿气很重 那我们就用来 装一些小毛巾啊 小内衣啊 特别的好 对 吃内衣 对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我们出差嘛 因为有时候 在潮湿的天气下 我们更好的 把这个水汽给保护好 这个可以借鉴起来 我们就用它来 装过蔬菜和水果 对 可是用了 我除了这个蔬菜和水果 还用它装过 就是我们吃完火锅 剩下的这个 已经削过皮的土豆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之后 发现隔了很多天 它都没有被氧化 就是变成黑颜色 好神奇 然后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保鲜膜 保鲜拉链带是用甘蔗汁的提取 是的 就是觉得超级环保的设计 很安全 而且还有安全 觉得又健康 然后又省钱 除了就是自用有一些 这个实用的感受之外 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天 我偶遇我的邻居开门的时候 我送了他几个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保鲜拉链带 然后告诉他怎么用 他用的特别好 就是因为这个保鲜拉链带 后来他又用了一些其他的产品 然后我们相互之间 也关系又好了起来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爱多美的忠实的粉丝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引起了我们一个纽带 对吧 对对对的 太棒了 那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的生活用品 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护肤品更加的专业 更加的棒 发现了 因为我在你们两位的脸上 已经见证了 应该你们很有心得对吗 那是 护肤品是 来赶紧跟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啊 就是我觉得 明时的这个肤质 比上一次我要见到他的时候 又透亮了好多 是吗 我都宣布妒忌恨了你知道吗 那一说到护肤品的话 我是很有心得 因为我是之前 真的是满脸痘痘的 非常的苦恼 很影响自信的一个女生 脸蛋都重要 对对不对 所以以前也不想出门 但是这个爱多美的 解面护肤四肩套 还有基础护肤六肩套 它真的是从我们 我的皮肤底层开始 给我改善了 所以我的皮肤 从底层开始 慢慢就是补到水之后 慢慢变得很透亮 然后现在我又被一款产品 非常的感动到 是什么东西 那前段时间 我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因为总熬夜 然后又长痘痘 而且又皮肤很蜡黄 所以我又开始用了 我们前一段时间 刚上市不久的一款产品 你们猜是什么 集中阿里阿里 对太对了 这款产品又再一次 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感动 是吧 然后因为这里面的零号安瓶 它不是急速补水吗 我为什么说它急速补水呢 虽然它补水效果很强 但是我想给它说成是急速补水 因为它这里面的活性安瓶 不是孔雀石吗 我知道它这个成分很好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好 因为当时皮肤状态很差 所以我用的量也是很多 早晚都用 正常来讲 一个小安瓶是不是用一个礼拜 是 对吧 你们猜我用了几天用完的 五天吧 五天 四天 差不多我用了三四天 我就用完了 你这么舍得 太舍得 我的脸要多矫贵 是不是 真的太舍得了 好狠的用的 真的是急救了是吧 是的 真的是急救了 因为当时用完了之后 整个感觉皮肤就是有点喝饱水了的这种感觉 补上来了 你说到补水我就有点口渴了 来我们一起来喝杯咖啡 好 好吗 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 是不是跟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有关呢 伦老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埃多美的护肤品的话 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小分子嘛 对 都能够被皮肤吸收 对 因为这个技术呢 是来自我们的科马B&H的 因为科马B&H它的背景又是非常的雄厚的 因为它是由两大股东强强联合制造出来的 哪两大股东呢 原子力研究院 对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还有一个是拥有百年历史的 对 科马集团 对 他们俩呢又提供技术又提供资金 所以呢制造出来我们埃多美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是什么呢 它的提纯技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新鲜草本当中萃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我们用到的产品呢 是从新鲜草本当中萃取出来的小分子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食材特别的好 对的 这么棒的产品它真的是很有竞争力 关键是它的价格又这么亲民 对的对 就两个字什么 感动 对感动 哇我今天真的长知识了啊 那我能够用眼神来确认过你们两位都是来自于外贸学院的 是吗 因为你们的肌肤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经验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啊 除了我们的护肤品很卓越以外呢 我还是建议我们还是要通过以内氧外来去确保我们的肌肤更加的鲜嫩 对这个我比较赞同 因为我们还是得内调外氧 像我刚开始不仅仅只是靠我们的护肤品来调理的 我还吃了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那条外氧一起 你知道我们的健康食品有一个非常好的守护神是什么吗 守护神 我现在是经常戴在我的包包里面的每天都必备 说来听听 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益生菌 我是益生菌的受益者 因为之前我刚刚也听到您说有机会会熬夜 也有机会会长痘痘 那其实我以前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在以前我没懂得如何去保养自己的时候呢 我也会很忽略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那现在有了益生菌呢 我觉得它就是很好地保护好我们的肠道 那把有益的一些菌群呢 就重新建立到我们的健康肠道里面 更好地去消化以及吸收 那令到我们的肌肤呢 把我们的痘痘以及我们的斑点呢 更加很容易地去清理掉 这么说我们要变漂亮的话 除了要擦护护品之外 还是要好好地吃这个益生菌的 把我们的肠道给调理好 那这么好的品质呢 是源于我们爱多美公司的一品一色原则 那么我们都是应酸一些非常优质的企业 只跟这一家企业进行下单的 因为呢我们要严格地去控制 我们的一些材料成本 有时候呢这些企业会提出 如果我们大量地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 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的时候 我们也会协助这些企业进行采购 那通过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预留更多的时间 给到他们去研发我们的产品 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品质不得不高 是的 对吧 产品的品质以及我们的价格 都可以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那太好了 你们最近有没有吃刚上线的拉面 当然吃了 我超级喜欢 今天每天都想吃了 嗯 其实啊这个里面还蕴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 哦 说来听听 嗯 这间工厂呢跟我们爱东美公司合作以后呢 曾经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 哦 那把整个厂房都烧了 那那时候呢这个厂长呢就非常的焦急 嗯 他真的感觉到很彷徨 因为呢我们又急着要上线 产品要等着上线 但是呢整个烧的太厉害了 整个经济损失的非常的大 嗯 但是我们爱东美公司的董事长呢 在第一时间给他电话 哦 问候了之后也了解了情况呢 毫无保留的不用思考的就给了他无息的贷款 哇 去重新把这间工厂重新要运作起来 好有情意哦 是啊 所以嗯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完这个故事 我就情不自禁的流泪 那我听完伦老师的分享 我就觉得我吃到的不只是一个面而已 我感觉我吃的是一碗满满的爱 真的是满满的爱 那你们知道吗 除了这样的一个重新复工以外呢 这间工厂的老板呢 还特地为我们这款面加了量 哇 但是没有加价 哦 怪不得我觉得这个面面很大一块 是的 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回归于我们的消费者和爱东美公司 来实际践行了我们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原则 对 那他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利给我们的消费者 对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每一次我看到的这个故事我都情不自禁的流泪了 太感人了 那我还知道我们爱东美公司呢和其他公司不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去设定限定产品研发的预算 也不会去限定我们开发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可以留给我们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更多的时间 去专注于产品高品质的研发 然后去筛选更好的原材料 然后给我们的产品 那其实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我们品质的保障 是的 是的 然后同时呢他们还要去考虑 这个产品是不是我们消费者长期可以使用到的 然后呢会不会破坏掉生态环境 这些都是会慎重考虑的 然后我们会一直寻找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去寻找更好的原材料 然后来保证我们品质的这个高品质 所以我们才对我们的产品这么的有信心 太棒了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真的是太幸福了 是的 能遇上这么有原则和品质的企业真的是很难得 那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就是 第一它没有限定我们产品研发的预算 然后呢第二它又有一品一设的这个原则和我们共同成长的文化 是的 然后第三呢我们又有这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战略的合作 可以提高我们产品的品质 然后第四呢我们又很注重于就是消费者的这个 来自于市场的监督和反馈的这个声音 然后来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达到更好 然后品质更高价格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更多的是感动 就是真的是产品的感动这一块 是的 我在家人的这块是特别的感动的 就比如说我家里我妈妈的话 以前在接触爱多美之前 她是不同意我给她买一些保健食品回家的 就是她不会去吃也不会让我再去准备 但是我给她吃了我们爱多美的鱼油呀还有欢脸饮之后呢 我妈妈就是一反常态的特别乖的 如期的就把它吃完也会告诉我再去准备 那太棒了 就是作为孩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欣慰的部分 是的 因为我想她一定是吃的特别好 而且我妈妈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健康了 所以她才会去坚持我们 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走进了爱多美之后 不单单把我们自己变美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但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份孝训 更加的孝训我们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亲人 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是吧 是的 真的太棒了 也是因为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认可了爱多美之后 我更是更加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都能喜爱爱多美了 就真心的希望他们全都能体验一下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对的 真的说到这里呢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在这一刻遇到爱多美 也遇见美丽的你们 那真的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在这一刻呢 哎呀时间我们过得真快 那我明天就要赶回去广州了 我觉得好像意义不舍对着你们两 对这个时间过得好快感觉意犹未尽呢 对啊那我很诚意的邀请你们两位 以后来到我们美丽的花城继续去分享你们爱多美的故事可以吗 可以啊好期待啊 那也要请伦老师呢到我们的大东北我和明师老师来给你做导游 哎呀那是必须的我好期待呢 来我们一起跟屏幕前的伙伴们说声再见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